台灣跟EQFA有關的產業 其實大家都非常辛苦 這些年當中 大家其實一直都在衰退 現在EQFA有跟沒有 其實沒有什麼差別 EQFA存在的價值 就等於是兩岸的一個期待關係 也是兩岸在互動上 大家敵意或善意的指標 如果現在中國把這個EQFA拿掉 實質對衝擊台灣產業 其實非常微小 過去30年 台灣依賴中國比較大 但是現在整個結果改變 因為我們很多關稅進不去了 所以台灣這一些 因為跟關稅避壘有關的產業 其實老早都已經外移了 就恍之是移的最徹底的 實話也慢慢在移 這個該移的移走以後 現在剩下沒有關稅避壘障礙的 現在就是半導體跟零組件 甚至到資通訊 如果中國要對台灣要制裁 你制裁這一項你就知道 那個到時反射回來 一定灰力球會打到你 所以我相信現在 他能夠屬立的空間非常有限 所以這些制裁不代表說 對台灣民生影響不大嗎 一點影響都沒有 市長幫我們談一下 就說中國他們今天早上突然間又這樣子針對一些 大概是石化產業會影響比較嚴重 那這個部分針對你臉書前幾天談 其實你認為說他們諸如此類的動作 好像對我們影響並不會想像中 那個就是心理威脅 我們大概看到現在十二項 十二項主要的關鍵還是在PP DNRC 零二甲本 對二甲本 這個整個加起來 其實那個金額不當 所以要精算 就是說這個主要還是針對台售相關的這個石化產品 我們大概把這個兩岸現在的貿易的情況結構稍微看一下 去年就今年如果台灣對中國的順差 大概在七百二十八億美元 七百二十八億 我們今年整體這個前十一個月大概六百九十四 所以中國的順差幾乎是占台灣順差還有超過 如果你單純講這個貿易順差 中國的順差當然對台灣很重要 但是現在很多人在講說 我們一年對大陸賺一千七百億美元 那個都誇大其實 基本上這個順差最大的來源是在半導體跟相關零組件 我們把現在去年的這個兩岸的貿易的結果看一下 去年的台灣跟大陸有關ECOFA的所有項目的單項加起來 大概出口到中國是兩百零五億美元 但台灣的半導體為主的順組件一千一百六十億美元 那半導體佔整個出口當中的比重大概六十三點八趴 如果你再把資料通訊加上去年大概七十三點四 這個比重是最高的 也就是台灣整個對中國的創造順差的來源 全部都來自半導體跟相關零組件 這個來自ECOFA相對的順差很少 而在這麼多年當中 大家也可以看到現在跟早收清單有關的相關的產業 其實這幾年的衰退幅度都很驚人 像現代的紡織業大概出口到中國去年剩五億六千六百萬美元 這個實化業大概剩下六十四點三億美元 這個衰退幅度其實都超過百分之三十以上 所以如果你拿ECOFA的單項祭出懲罰 其實這一些產業老早已經都已經不行了 那你看台塑最明顯 台塑四榜在2021年 它全年賺了兩千四百四十四億美元 但是今年的上半年它只賺了九十五五五億 這個幅度是衰退非常可怕的 那等於就是說中國現在跟ECOFA有關的產業 其實它本身都產能過剩 產能過剩所產生的這種價格的殺戮 其實它已經四面八方 所以中國現在的內捲它影響到全世界 就中國這很多的產業 因為過度的競爭它沒有成本的概念 殺到最後全部變成了紅海 變成紅海以後你可以看到從石化業 紡織帶到鋼鐵 像中鋼過去它從來不會虧損 中鋼已經在過去的四個季度 它虧了三個季度 去年第四季它虧了超過五十億以上 那這個就告訴大家 鋼品這種出鋼標準規格 八量生產的產品 其實那個價格已經殺到 都已經到一個紅海的狀態了 台灣跟ECOFA有關的產業 其實大家都非常辛苦 這些年當中大家其實一直都在衰退 現在ECOFA有跟沒有其實沒有什麼差別 ECOFA存在的價值就等於是兩岸的一個期待關係 也是兩岸在互動上大家敵意或善意的指標 如果現在中國把ECOFA拿掉 實質對衝擊台灣產業其實非常微小 但是它只有給你心理造成壓力 就是我現在 台灣有一些比較孫蘭的人配合中國的一搭一唱 就告訴你說 現在ECOFA終止它會創造大量的失業 這大量的失業其實 如果台售有任何失業台售也會承擔了 所以我想真正來講 在這次12項產品它直接首當其衝 就是這個台售而來 那我相信台售整個集團扣大 它要吸收相關的這種失業的能力 我相信它也比別人強 所以整個加起來 我覺得在整個ECOFA當中 這一次衝擊是非常有限的 那如果那個擴大的話 到其他領域的話那會有 擴大到其他領域要看到到什麼樣的領域嗎 比方說現在台灣跟大陸連結最深的半導體 如果它把半導體全部都砍了 就中國的出口可能會剩半條命 所以它是有基隆 就在兩岸依存度當中 過去30年 台灣依賴中國比較大 但是現在整個結果改變 因為我們很多關稅進不去了 所以台灣這一些 因為跟關稅壁壘有關的產業 其實老早都已經外移了 就黃資是依得最徹底的 10萬也慢慢在移 這個該移的移走以後呢 現在剩下沒有關稅壁壘障礙的 現在就是 半導體跟零組件 甚至到資通訊 如果中國要對台灣要制裁 你制裁這一項你就知道 那個倒是反射回來呢 一定灰力球會打到你 所以我相信現在 他能夠屬立的空間 非常有限 所以這些制裁不代表說 對台灣民生影響不大嗎 一點影響都沒有 非常小 那想問一下 就是像 因為我們這邊也有問到 工總或石化工會 然後這邊的話 就是想問一下 因為他們態度就是蠻不樂觀的啦 然後他們也說 就是中小企業影響也蠻大 你怎麼看到 這個長期以來就是 你接受早收清單的產業 其實你現在所面對的 都是中國的 產品的殺價的壓力 不是台灣單獨的現象 你可以看到 中國的石化工廠的產能 不斷的開 這個不斷的開 價格的殺路一直來 這個跟政府現在的態度 沒什麼關係 就是你這個產業 如果你不失轉型 就是說 今天中鋼法說會 我一直跟中鋼的董事長講 如果中鋼只會生產 一般的出鋼 一般的標準規格的產品 你在價格當中 殺路當中 你毫無造假的餘地 你一定會很慘 這個是產業自動淘汰 所以我也鼓勵中鋼 比方說你 烏克蘭是 全球最大的奶氣製造商 台灣一定要從奶氣下手 包括石化炎料都一樣 你知道今天到目前為止 鋼鐵 我剛才講鋼鐵的 像日本的神父製鋼 這個大同特殊鋼 他們的鋼價不但沒有跌價 還漲價 所以你看到 通田現在 日本製鐵賣給 Toyota的 這種汽車鋼片 它還漲價30% 所以這個就是說 你的產品有競爭力 你就不怕任何的競爭 但如果你的標準規格 剛好是中國的強項 你怎麼說你也不是他的對手 最後那個產業一定是保不住的 所以你現在 如果你自己不失轉型 比方說 日本 現在化工產業 像光組劑 化學材料 那半導體現在非常需要 台灣理論上 我們現在 石化業 應該要想辦法在這種 特殊化學材料 特殊規格的化學產品 石化產品 在這邊再做一些轉型 如果大家一直用標準規格產品 去跟大陸競爭 你絕對不是他的對手 像現在面板 你知道 面板現在從 新加坡 友達把新加坡撤回來 為什麼 面板在經過中國的殺戮 到現在為止 你根本是 毫無招架之力 這個是產業轉型當中 你一定要趨吉避凶的 未來的心態